女方,我們上次介紹過PSI的A21M有源鑑定喇叭 它其實是一個中型的書架喇叭 但有些私人跟我說,它喜歡在電腦桌上一邊聽音樂一邊做事 A21M就太大對了 其實有沒有鑑定喇叭是比較小型的 而適合在電腦桌上擺放的呢? PSI鑑定喇叭的Line-up是有不同的型號 適用於大型空間的也有 中型空間的也有,而近場監聽的當然有 而在系列裏面體積最小的就是我身邊這對A14M A14M其實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原裝版本,一個是Broadcast版本 今次我們測試就是Broadcast版本 基本上兩個喇叭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Broadcast設計是方便被人外攜帶用的 所以多了手抽和中低音單元前面多了金屬罩 Broadcast版本這個手抽是方便人拿來拿去用的 以及方便安裝在廣貨車上鑑定用的 好像以前你年輕的時候 開著小奧寶海丹溝女那麼好用? 你扶好的喇叭,待會掉了我不會賠的 先說回手抽 一般人一定不會拿這個喇叭到處走的 究竟這個手抽對於家居裡面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加一個Wall Mount 就裝在牆上 或者放在後牆裡面 當作SIR WAN 喇叭用也可以的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the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t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 stains ball gowns stretching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這個手抽用在電腦桌上 你可以用腳架用的 你用這個手抽 調教這個喇叭的樣角 來高音盡量指向耳朵 從而聽到更多的高音細節 如果每個喇叭做了什麼手抽 當腳架 呂老闆,你的Iso Acoustic 腳架就不用賣了 當然不是 用了Iso Acoustic 腳架 效果一定比手抽好 你不要經常扯開我的話題 先說回喇叭 它用了大約1吋高音 和4吋中低音 這對喇叭用了By M 和Cast C 的設計 高音30W 中低音70W 一對喇叭有4分A 以一般玩Hifi的準則來說 這個設計相當發燒 這對喇叭用的設計 就是用的設計 它是用的設計 這對喇叭用的設計 它是用的設計 它都不會熱的 你看不到後面有大型的散熱器 看看上面這個插 它是一個平衡輸入插 這個旋扭就是Roll Off 它是調教低音的量 這對喇叭喇叭 廠方生產出來的原意 就是用來鑑定用 所以我個人覺得 它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性格 但它始終在瑞士生產 所以不多不少 帶回歐洲的特色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這對喇叭 就好像一個放大鏡 當你用越漂亮的信員 越漂亮的前級 它出來的東西 就會聽多些 仔細些 高音方面其實是很細緻 不過我建議 最好用它的手環 來調節喇叭的樣角 因為高音越止去耳朵 你越聽到高音的細節 至於低音方面 你不要看四吋 以為無料到 那你就被它騙了 其實它很爆得 原因就是一個 一個獨立的70W Amplifier 來推它 有什麼辦法不爆得呢 如果你不小心 調大了低音的時候 你可能會被嚇倒 有時你把喇叭拍得更長 它會用低音過多 如果有一個情況出現 你還用後面的Roll Off 或者作適當調整 依照你的個人口味 或者聆聽環境 來取得平衡度 否則的話 如果低音過多 就可能會搶高音 至於擺位方面 這對喇叭真的超容易 有一樣東西我要稱讚它 我未聽過一對 這麼四吋的喇叭 有這麼闊的音場 由於它是一對近長 鑑定喇叭 所以擺位方面 你甚至無韜音的動作 都不用做 至於配線方面 當然你可以選出漂亮的平衡線 或者電線 它都可以聽得出 但是由於這對不是很貴的喇叭 我覺得在配線上 你找一些平衡度高的 底彎的線 不是那麼濃密的線 就已經足夠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將來會測試不同類型的器材 你們做甚麼器材有興趣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經過箭花咀 記住上來找我 還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給個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還有我們 我們不可以坐下 他的表情 都沒有人 我們不可以住 我們不可以住